这哥们叫Michael Burry 大家如果看过电影大空头的话 都应该认识他 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时候 他做空次贷 一举成名 全球金融危机下 他挣得个盆满钵满 他今天对美国呢 也非常的看衰 他认为美国的标普 还会再跌53%到1900点 Q2的时候呢 他把他的基金 所有的做多仓位都清仓了 就留了一家公司的股票 他还争持了 这家公司呢 就是美国著名的私人监狱公司 这也是个龙头公司 GEO集团 今天呢 我就来和大家说说这个公司 首先 私人监狱怎么挣钱 吃两头 先吃政府 政府把犯人送过来 给你管理是要给钱的 一般一个犯人一天是58美金 政府为什么不送犯人去公立监狱 而是要送来私利呢 一方面呢 是因为公立那边床位不够 另一方面呢 公立监狱的管理成本呢 是远远高于58元 那私利监狱 为什么就可以在这个价格上存活呢 一方面是他的成本控制的好 比方说 私人监狱雇佣的人啊 比公立的这个预警工资便宜不少 基本上就是贴着最低工资给 各种配套呢 也简单 所以说他从政府那里拿来58一个犯人 他基本上还可以挣个18块钱每天 另外呢 就是继续吃饭的 大家看这张图 美国的私人监狱也是让犯人干各种事情 挣钱吃差价的啊 而且待遇呢 也是按钱算的 不想劳动 住单间吃的好一点都可以办到 给钱就好了 我有个哥们啊 几年前在美国酒驾啊 住了20多天的私人监狱 他就另外呢 每天给了监狱100多块钱 住单间 订餐 24小时热水 还给他配了电脑电视 出来呢 还长胖了 大家说是不是很有点这个同臭气息呢 其次啊 投私人监狱啊 大家就把它看成房地产的瑞士公司就好了 增长不会太快 但是呢 分红呢 比较稳定 大家看这个 GEO啊 这几年的股息率啊 基本上就稳定在3%几左右啊 然后和看其他的瑞士是一样的啊 最重要的财报指标呢 就是这个啊 调整后的啊 运营现金流 AFFO 他今年的AFFO呢 和去年呢 差不多是一样的啊 不过大家想想啊 接下去经济衰退 是犯人会增加呢 还是减少呢 如果你的答案是也会增加的话啊 那么啊 这种呢 瑞士呢 就比其他的瑞士好的地方了 因为这种监狱的啊 私人监狱的这种瑞士啊 就是逆走起的啊 这点呢 大家可以考虑配置一下啊 最后啊 监狱的瑞士也不是没有风险啊 最大的风险呢 就是政治风险 像美国民主党呢 就不是很喜欢私人监狱 共和党就喜欢 比方说共和党呢 就喜欢抓非法移民 对吧 很多人啊 这些非法移民呢 都去送去了这个私人监狱了 所以大家看 民主党的大本营 像加州啊 这些州啊 很多私人监狱到2028年呢 他的租业到期了以后呢 就不会再续业了 不过要是中期选举 或者接下去的总统大选 共和党又占上风的话 又对私人监狱又是利好了 这些人监狱又是利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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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人监狱又是利好